各位親親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來談一下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其實我們有一直在致力於這一塊 也很希望可以來推動 那今天主要是想要針對保護預算 以及能力分配的合理性 來做一些討論和說明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2017年的施改國事會議裡面 就已經有提到說 這個經費的嚴重不足 其實我們一直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們很希望可以來解決 讓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能夠有足夠的經費來 來做他們該做的服務 所以當時的決議內容就是提到說 應該要撥定一定的比例的預算 來做這樣子的預算支出 來提供犯罪被害人的保護相關的業務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在法務部的回應是說 不采納決議的對策並令體對策 且推動被害人保護經費 保護業務經費目前尚無不足之形式 但當然我其實不是很理解 就是說三天前同樣在這個場地 我們也針對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 董事會的組織架構來做討論的時候 當時法務部長回應是說 因為公家資源非常有限 所以要靠大量的民間的資源 以及這些熱心公益的 相關的 熱心公益的企業董事們來提供這樣的資源 所以從這個部分其實就已經看得到說 到底資源是夠還是不夠的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個衝突的情況 那這兩份其實都是法務部提出來的回應 那我不免就會懷疑說 如果大家真的認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很重要 我們也很希望要做 為什麼在資訊的部分其實會呈現有衝突的情況 又或者是說模糊的情況 那是不是真心想要做 還是說其實只是一個官方的回應 然後希望能夠繼續的 繼續模糊下去 就剛剛提前面有足多先進都提到說 這些東西其實談了又談談了又談 但是到落實面好像它就不見了 那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們能不能認真的來看待 這些東西該怎麼調整 這個方向應該要怎麼來進行 那接下來就看這個預算的編列 這一樣是我們禮拜一 從法務部這邊要到的資料 就是說 目前的經費其實暫緩起訴金額的不到一成 這部分的編列其實是不足以 不足以作為 該機構的運用以及運作的 但是呢 剛剛其實就在這個會議的進行到當中 法務部有所 這資訊他們提供統計有誤 所以需要做調整 但是因為調整的內容和方向 其實我現在還沒有清楚的拿到 所以只是說 大概可能不到一成 大概調整約到大概兩成左右的情況 那一樣就是 到底這個費用的調整 費用到底是夠還不夠 這個資訊為什麼會一直都有落差 或是呈現模糊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真的應該來認真檢視 這些我們一直看到 大家各界學者或者是相關經驗的人 以及第一線員工 第一線的協助人員 其實都提出了這些問題 我們能不能認真來處理這些問題 至於在基層人力的部分 其實前面有提過 我這邊拿比較精確的數據來說 就是在 兼職人員的部分 可以看到大約有120人 專職人員的部分 大概有64人 所以顯然大部分的比例都是落在 呃這個兼職人員 兼職人員來做這個業務的執行 以及推動 那加上說這個 呃能力不足的情況且待遇偏低 剛剛提到的27000塊 大約是正 並不是適用期間 我剛才提示前面有提到 有其他專 有其他人提到說 27000大概是適用期間 並不是27000是本薪 而且在適用期間 是用八成薪的部分來計算 所以其實已經非常貼近 我們的最低薪資的這個 這個臨界點上面 如果我們的國家 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服務的第一線人員提供是這樣的待遇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說 我們真的是認真來看待這一塊 而且有足夠的人力足夠的經費 讓這些人能夠認真的來執行這樣子的保護業務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質疑 那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說 其實從這些部分 能力的不足以及架構的問題 其實都會是需要處理的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的是架構的問題 就是犯罪被害人的協助 剛剛大家也都 諸多先進也都認同說 不只是只有在訴訟的協助 法律上的協助 其實應該要有更專業的服務 應該包含到前期的心理的附件 以及怎麼陪他們走過這些程序 以及到後期的家庭 應該怎麼復歸等等 以及情緒上的調適等等 都是應該在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業務當中 不應該只若為法律上的協助 以及在經費上的補貼等等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這部分到底要怎麼要串起這些責任 串起這些工作能夠被合理的進行 以及貼近了犯罪被害人為中性的 這樣的整合性的服務方案 架構上的調整是有必要性的 因此我們看到這幾個問題 其實也是在相關的討論之中 其實有提出來 就是我們希望提出這些整合方案 法務部這邊也認同了 也希望能夠提出各相關單位的整合 那但是我們很可惜的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每一年的年度報告中 在最新的一次的2017到2018 目前是沒有方案的 那在過去的情況 大概2016、2015年的資料 是可以看得出 各相關單位其實有 以量化的績效來評估 比如說服務的人次、建树和廠次 但是這並不是說 各單位來協力就好 而是怎麼樣整合這些資源 一起來做有效的推進 以貼近被害人的需求 所以我們看得到的是各部會都在自己的法定業務的範圍內各做各的 仍然未能夠達到這樣子整合的有效的機制的存在 所以會變成是說 我們看待這個犯罪被害人的需要的服務 只是認為是一個治安體制上的缺失難如何改善 而不是真正的從被害人的權利以及需求來出發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幾個面向 應該要來做調整的部分 那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因為時間有限 就是在政策的建議方面 其實這個部分也是在犯罪被害人白皮書裡面 這也是法務部委外的研究案裡面提出來 就是基金制度的建立 這是否有可能性 因為原本的架構底下其實就有 有這樣子的選擇可以去做 但是目前並沒有基金投放的存在 那第二部分是在資源整合和能力的協助上 大家也都知道這有它的必要性 也都認同 那在落實方面到底有哪些困難 以及如何再規劃這個短中長期的人力的需求等等 我們都很希望這些東西不要是老生常談 一談再談 而是能夠真正的幫大家的理想 化為實際的執行的可能 以上謝謝大家